哈囉,大家好,我是吉家松 這次很高興可以擔任這個完成副歌即興創作的評審 那現在可以看到我的頭髮非常的亂 然後我的工作室也非常的亂 因為最近錄音的schedule蠻忙的 然後Lera一直跟我說 吉家松,你現在擔任評審 你是不是應該要示範一下 所以我就在這邊稍微示範一下 音樂的創作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那我自己是從曲跟編曲 應該是同時的構思 我用一些dummy lyrics 就是一些沒有意義的歌詞 聽起來好像有什麼意思 可是沒有什麼意思的歌詞 然後把它一唱進去 然後在短時間之內把自己心裡面的idea 可以快點把它做出來 好,那我現在就來示範一下 我聽到這首歌之後 我有什麼idea 然後寫出什麼樣的副歌 剛剛已經聽過Lera她前面的主歌 然後大概在我心目中已經有一個雛形在 那我創作的時候呢 因為我是從編曲跟作曲開始 嗯...inspire我的 所以我會先從節奏組開始 大概就像這樣子喔 節奏組 好 好啦,接下來我會選擇有和弦的樂器 然後也有一些節奏的 所以我選擇的是空心吉他 好 好 可能大概會是這樣子的感覺 對 彈錯了 好,我跟著音樂一起喔 所以我們就是有了鼓組 然後也有空心吉他 1,2,3,4... 1,2,3,4... 好 OK 接下來我要彈的是Bass 我會把Bass录進去 因為這是低音吉他 有可能你在電腦上面會聽不太到 聽得到嗎 我們試試看喔 音樂 下一個樂器是鋼琴 那我會用來鋪整首歌的和弦 然後就試試看吧 彈錯了喔 再一次 彈錯了喔 彈錯了喔 彈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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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把心目中的旋律把它錄進去 現在呢 先想一下下 我們一起聽一下 好 好 那大概有idea了,對不對? 我們就來試一下啦 上面還有歌詞 可以看一下 我只願意看你放進 我不願意跟你走進 你是我唯一 怎麼會今天變得如此的力 我只願意跟你放進 你只艷雅的 我靠近 唯一的故事 就在那小片裡 就在那小片裡 好啦,今天加松呢 用很短的時間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在短時間之內 把一些idea快速地記錄下來 做一個即興的創作 然後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踴躍地參加 娃娃多媒體裡面的 這個 完成副歌的即興創作大賽 然後也希望大家 跟梁欣怡一起創作這首歌 我相信你們都可以 做出更好的副歌喔 好,那最後最後呢 我要叫大家趕快參加 我要學良心怡這個表情 掰掰